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托洛夫斯纪一生命运坎坷 战争令他身受重伤 双目失明 身体瘫痪 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止他在病榻上创作出不朽的作品 当回首往事的时候 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主人公保尔科查金 在家乡烈士墓前的这段独白 不知被多少人当作作有名 而保尔科查金就是奥斯托洛夫斯纪的影子 保尔科查金的形象影响了几代青年的思想 他向人们传达 遇到困难时 要去面对并克服它 保尔科查金到底经历了什么 练就他成为了如此歼意勇敢的一个人 今天的阅读目标是原书的第二页到三十三页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你们当中节前到我家补过课的都站起来 瓦西里神父恶狠狠地扫尸着讲台底下的学生们 最后把凶狠的目光锁定在站立者中一个膝盖满是补丁的男孩子身上 上次是你妈求着让你留下来的 这次你完了 给我滚出去 神父揪住男孩的耳朵 把他推到走廊里 谁都不明白神父为什么这么生气 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心中清楚 事情起因于前几天 保尔和其他几个不及格的孩子去神父家补课 他悄悄地在神父家复活节做面包的面团里 撒了一把烟墨 促使他这么做的动机是对神父长期的不满 一次保尔和别人打架 神父却只把他留下来没让吃饭 为了防止保尔捣乱 神父将他安排到比他高一年级的最后一排 当时一个老师正在讲地球和星球 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亿年 保尔吃惊地张大了嘴听着 神父讲的可不是这样 在此后的一节课堂上 他追问神父高年级老师讲的关于地球的事情 与神父所讲的不同 却被神父揪着在墙上撞来撞去 保尔在神父那儿受到的委屈可远不止这些 马上将保尔克查金到这儿来 下课了 校长喊道 保尔忐忑地向办公室走去 连校长都没有给保尔第二次机会 十二岁的保尔就这样结束了学生生涯 母亲把保尔领到车站的小卖部 一个月八个卢布 上二十四小时班 休息二十四个小时 保尔就这样在洗碗间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活 烧蒸锅 披柴 洗衣擦 倒干水 等等 转眼间 每天穿梭在厨房和洗碗间已经两年了 保尔在这期间吃了不少的苦 也看到了底层的生活 了解到生活隐藏的残酷现实 保尔本以为再忍耐一段时间 等到满十五岁 就可以去哥哥阿尔江姆的机车厂当学徒 可没想到的是 车站的工作却在一个意外的情况下结束了 那是一个寒冷的日子 保尔已经做完了自己的那一班 因为接他班的小伙子还没来 他被迫继续上班 凌晨两点 他开着水龙头 准备放满水或烧开 因为太累了 他爬到木柴堆里就睡着了 水越流越多 涌入大厅 适应声普罗霍什尔冲向熟睡中的保尔 一拳又一拳落在了保尔的头上 被打得遍体鳞伤的保尔 挣扎着回了家 阿尔江姆得知事情的经过之后 把普罗霍什尔同样暴打一顿 代价是他蹲了六天宪兵队的班房 出来后 他安排保尔到电站当锅鲁公助手 沙皇被推翻了 一个震撼人心的消息席卷了这座小城 平静的日子不在 市政厅里执政的是梦什维克和联盟分子 车站的玻璃 时常因为从前线来的布尔什维克士兵 和驻扎在城里的禁卫重器兵团 发生枪战交锋而被震碎 一年后 城里来了一支游击队 指挥员布尔加科夫 正在部署对抗德国的策略 他们决定安排曾当过前工和安装工的本地人 朱赫来 在德国人后方组织地下工作的任务 同时决定将沙皇军队留下的两万支枪 分发给工人和普通居民 宝尔得知 限料杀去领枪 准备去找他 路上他碰到了一个小孩 拖着两支带刺刀的步枪 他从小孩子的口中得知 枪支已经发放完 宝尔十分沮丧 于是他从小男孩的手中夺下了一支枪 宝尔回到家中 屋里坐着阿尔焦姆的同事 罗曼及一个叫朱赫来的陌生人 他们要到宝尔所在的电站当电工 有机队撤退之后 德国人进了城 所有的居民都不敢到街上去 德国人的卫戍司令部 住进了从前的市政府所在地 受枪臂威胁的居民 把枪支交到了德国人的手中 阿尔焦姆把宝尔获得的枪支销毁了 与此同时 宝尔的朋友 西廖沙正在把搞到的枪支 埋在挖好的坑里 朱赫来教宝尔惦记得够早 教会他如何干活 他经常在休息日 到阿尔焦姆的家中 耐心地和宝尔的母亲 说着家常话 还教宝尔英式拳击 慢慢地 宝尔和他成为了好朋友 一天 宝尔爬到防护手缘人的屋顶上 好奇心地驱使下 他偷了对面猎身司机家中尉 放在桌上的一把 十二响的毛色枪 把他藏在了砖窑 内心忐忑的宝尔 提早来到电站 猎身司机怀疑 是被邻居家的小流氓宝尔偷走了 中尉下令搜查宝尔家 夜里十点多 朱赫来怀疑是自己暴露了什么 悄悄向宝尔打探 中尉下令搜查宝尔家的原因 宝尔惊慌着不敢透露一个字 得知家中只是被搜查了一遍 并未将母亲和哥哥抓走后 宝尔才舒展了一口气 今天我们读到了 宝尔被迫辍学 在经历了车站的艰辛生活后 被哥哥安排到电站上班 宝尔结识了新的朋友 朱赫来 沙皇被推翻 城里前后莫名的 来了好几批军队 朱赫来接下来 会有什么行动呢 宝尔埋藏的枪支 又会给他带来 什么样的灾难呢 让我们期待 明天的阅读 学贵得失 宝尔很不幸 遇到了 瓦尔西神父这样不良的老师 正在阅读的你 遇到过教会你很多道理 对你的人生有所改变的良师吗 欢迎在留言区 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 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者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主播杨强强 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在昨天的阅读中 宝尔被迫辍学 辗转到了电站上班 城里动荡不安 新朋友朱赫来 有着神秘的另一重身份 那么朱赫来接下来 会有什么行动呢 今天的阅读目标是 原书的第34页至59页 让我们开始 今天的阅读吧 东尼亚拿起一本 没有读完的小说 推开家中的原门 慢慢地朝车站 水塔旁的池塘走去 池塘边一个晒得 黑曲曲的光着两脚 裤腿挽到膝盖上的小伙子 引得他的驻足观看 这里居然能钓到鱼 宝尔生气地回头看了一眼 他抓鱼竿的手 轻轻地抖动一下 结果钓上了一条小虫子 小姐 您能不能让开点 难道我烦恋您了 东尼亚眼带笑意地说道 那也好 想看就看吧 如果你愿意 地方又不是我的 宝尔说完 继续蹲下 盯着自己的鱼飘 水塔旁边有两个年轻人走过来 一个是机车厂厂长 工程师苏哈里科的儿子 是个不学无数的混子 一个是嘴里斜叼着一支烟 名为维克多的少年 苏哈里科曾追求过 父亲是总林务官的东尼亚 但是却被拒绝了 苏哈里科为了想要跟东尼亚独处 傲慢无礼地想要把鲍尔赶走 结果两个人撕打在一起 苏哈里科和维克多 被鲍尔打得落荒而逃 为了更好的战斗 朱赫来从水电站调到了机车厂了 最近以来 他创建了由机车厂前工 和巨木工人组成的战斗团体 铁路上运输繁忙 德国人正在把从乌克兰 抢来的上千车皮黑麦麦子和牲口 运往德国 德国人突然把车站工人 波诺马连科抓走了 他经受不住拷打 便把阿尔姜姆在厂里的伙伴 罗曼西多连科参与宣传鼓动的事 给招供了 一天上班时 德国人来抓罗曼 走到罗曼的工作台前 二话不说 照他的脸就是一鞭子 在旁边工作台上干活的 阿尔姜姆强忍着怒火问道 你怎么敢打人恶棍 不许动 德国人将步枪的枪口对准了他们 两个人都被抓走了 一个小时后 德国兵把阿尔姜姆放了 罗曼则被关进了地下室 十分钟后 机车工人成群结伙地聚集在一起 有人在动手写 要求释放罗曼和波诺马连科的呼吁书 被车站卫数司令召唤来的德国士兵 正在赶来的路上 工人们都停工回家了 德国兵夜里开始大搜捕 阿尔姜姆又被抓走了 朱赫来没有回家过夜 德军没有抓住他 被抓的人被关在一个大货舱里 德军向他们发出了最后通牒 不回去做工就得上军事法庭 阿尔姜姆·伯里托弗斯基 伯鲁扎克被押往机车开工 为了不让德国军队 对前方正在打仗的游击队构成威胁 三个人冒着生命危险 用铁棍把看着他们的德国兵干掉 拧掉机车调节器和操纵杆 往炉子里一扔 然后跳下了机车 谢廖沙的母亲坐立不安 父亲伯鲁扎克和阿尔姜姆 布里托弗斯基一起消失了 他来到鲍尔的家中 看是否能从鲍尔的母亲口中 得到些消息 朱赫来来到鲍尔家中告知 三人躲在伯鲁扎克乡下的叔叔的家中 那个村里铁匠并不多 他们有很多工作 能养活自己 东尼亚来到最喜欢的旧采食厂读书 无意间遇见了鲍尔 两个人慢慢从尴尬到愉快的交谈 不知不觉经过了好几个小时 最终鲍尔醒过神来 意识到自己上班快要迟到了 东尼亚的家中 维克多在等他 你喜欢我送你的那本书吗 维克多问道 不喜欢我已经开始读另外一本小说了 这本比您拿的那本要有趣的多 东尼亚这才想起来 他刚刚把维克多给他的书丢在了湖边 这次邂逅之后 在鲍尔和东尼亚之间 一点微弱的情愫 不知不觉地开始萌芽 鲍尔已经一个星期 没有见过这位总林武官的女儿了 她决定再去湖边 还故意从他家门前走过 果然遇见了在院子里的东尼亚 他们来到东尼亚家中的书房 愉快地过了几个小时 鲍尔还认识了他和善的母亲 东尼亚又把鲍尔领进他的小屋 看自己的书和教科书 梳妆台有一面小镜子 东尼亚把鲍尔领到镜子前 打趣道 你的头发怎么这么乱呀 你是不是从来不梳啊 东尼亚拿起了梳子 飞快地梳理着他那乱糟糟的头发 他打量着鲍尔身上 褪了色的衬衫和脏兮兮的裤子 却没有说什么 但鲍尔觉察到了他的眼神 由于阿尔娇姆不在家 鲍尔的工资又太少 家中的日子过得很拮据 母亲打算再找一份额外的工作 可是鲍尔坚决不同意 并表示自己会额外到剧牧场干活 就这样 他白天在剧牧场干活 晚上跑回水电站 十天后 鲍尔给母亲带回了正道的钱 他胆怯地请求母亲 给他买一件衬衫 又去理发馆修剪了头发 鲍尔原本和东尼亚相约去钓鱼 但他却爽约了 东尼亚既生气又难过 可是一连几天 鲍尔也没有去找他 他就开始想他了 此刻他准备出门去散步 母亲推开门说 有人找他 门口站着宝尔 可是东尼亚居然一下子 没有认出来他 他穿着一件崭新的蓝布衬衫 和一条黑裤子 鞋子也擦得正亮 还换了一个新的发型 东尼亚为了不让宝尔感觉不自在 装作没看见他的变化 故意责怪宝尔 这么长时间没有来找他 两人一起到池塘边散步 宝尔将手枪的秘密告诉了东尼亚 还许诺他说 过几天 自己会带着东尼亚 去林子深处打枪 今天我们读到了 宝尔结识了一位特别的女孩 东尼亚 一股弥漫着爱情的空气 在这个动荡的小城上空 漂浮而过 车站的工人们大罢工 阿尔焦姆和伙伴们被迫逃亡 阿尔焦姆和他的伙伴会被抓吗 宝尔和东尼亚之间 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让我们期待 明天的阅读吧 看似身份相差甚远的宝尔 和东尼亚成为了好朋友 东尼亚不像其他优越家中的孩子一样 他热爱读书 善良 懂得为人着想 没有看不起贫困的小子宝尔 你遇到过家庭条件很优越 但是仍然谦虚 善良的朋友们 欢迎在留言区 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 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主播杨强强 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在昨天的阅读中 保尔结识了 总林无关的女儿 东尼亚 并和他成为了好朋友 阿尔娇姆和他的两个伙伴 冒着生命危险 阻止了机车的运行 也因此走上了逃亡之路 阿尔娇姆他们 会被德国兵找到吗 今天的阅读目标是 原书的六十页至八十九页 让我们一起开始 今天的阅读吧 整个乌克兰被残酷的 阶级斗争席卷着 形形色色的 彼得刘拉匪兵 肆意地挥霍作乐 目前城里的主人 是格鲁伯上校 为了欢迎进城的队伍 城里的唯一一家剧院里 正举行着盛大的晚会 彼得刘拉方面的精英人物 出席了这次晚会 格鲁伯的死对头 帕弗刘克闯进了舞会 两伙人打了起来 枪声撕喊声汇集 打破了歌舞生平的剧院 一场混战正在进行着 直到天亮 战斗才停止 这次冲突之后 格鲁伯的走狗 帕利亚内查 以部队人员的不满为借口 建议他洗劫商店 改善手下的生活条件 开展全城大扫荡 城里到处流传 彼得刘拉匪兵将要进行大清洗 鲁伯尔的朋友 谢料沙在一个印刷厂里干了两年 工厂里的工人都是贫苦的犹太人 全体工人团结得像一家人似的 这天排自工门德尔把谢料沙叫到了角落里 城里要开始大清洗了 他们要杀犹太人了 你是否愿意在这场灾难中帮助自己的同伴 我当然愿意 只要我能 你说吧 我需要做什么 门德尔让谢料沙询问他父亲 是否同意让几个犹太人躲在他们家 谢料沙欣然应允 他还说自己会去保尔和克里姆卡家跑一趟 他们应该也会愿意收留一部分人的 大清洗是帕弗留克和格鲁伯的队伍打仗后的第三天开始的 他们抢掠财物 屠杀敌死 也不愿被蹂躏的女人 为了保护家人的老人等等 谢料沙和他父亲在家里的阁楼和地窖里 藏了将近一半的印刷厂同事 他从菜园往家中走去时 看到公路上一个老人正在被匪兵追击 谢料沙冲到公路上 拦在老人面前 匪徒顺势用刀背从这个少年的头上掠了过去 不过这样的大清洗并没有持续多久 迫于红军的逼近 格鲁伯的团被调到前线去了 只留下了少数的后方守卫部队 宁静的夜里经常能听到远处传来沉闷的枪炮声 城外某个地方正在战斗 这是一个阴云密布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宝尔家的门口有一个人影在走动 他轻轻地敲了敲窗框 没有得到回应 又稍微用力敲了一敲 连续的声响吵醒了正在睡梦中的宝尔 他走到窗前 可是什么也看不清 家里只有他一个人 这么晚了 会是谁呢 母亲去姐姐家了 但二娇母在邻村打铁 那敲门的只能是二娇母吧 宝尔脑中飞快地思索着 谁啊 他问道 是我 如何来 一个压低了 略微有一些颤抖的声音回应道 我到你家过一夜 你让我进来吗 小兄弟 这还用说吗 你从窗户钻进来吧 因为车站发生的罢工起义 凶残的 像是要吃人的彼得刘拉匪兵 正在到处抓捕朱赫来 宝尔从朱赫来的口中得知 社会革命党 社会民主党 波兰社会主义党 全都是工人的敌人 只有布尔什维克党 才是真正的革命党 波罗的海水手奥菲多尔朱赫来 自1915年起 就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是一个信念坚定的 布尔什维克党 宝尔 你身上具备能成为一个 为了工人事业而奋斗的战士 所具备的一切素质 只是你还他年轻 阶级斗争的概念 还比较淡薄而已 之后的几天 宝尔从朱赫来的口中 听到了很多闻所未闻 又激励人心的话 朱赫来很乐意 像宝尔这样的热血青年 讲述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事 他告诉他应该如何正确地战斗 还倾听宝尔的朋友们 谢廖沙 瓦利亚和克里姆卡 这些年轻人讲述 他们当初是如何帮助犹太人 免受大抢劫骚扰的故事 被迫无所事事的朱赫来 过着晚出夜归的生活 他觉得再留在小镇 已经没有意义 他要去迎接红军部队 不过在走之前 他还得跟留下来的同志 交代接下来的革命工作 一天夜里 朱赫来始终没有回家 宝尔心中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去了所有 自己能想到的朋友家里 打听朱赫来的行踪 但都没有得到结果 于是宝尔从家中 翻出了那把手枪 朝车站走去 不过在车站 他依然没能打探到任何 有关朱赫来的消息 在返家的路上 他在林雾关家附近 放慢了脚步 脑中的思绪 将他拽回到了一个月以前 那天他与东尼亚之间 发生了最为严重的一次吵架 那一天 宝尔应东尼亚邀约 去他家中做客 却发现房间里还有其他人 一个漂亮的女中学生 丽莎苏赫里科 维克多猎身四季 还有一个宝尔不认识的少年 宝尔一言不发地 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很快地转身走出去 东尼亚追上他问道 你为什么要走 我是故意安排你们认识的 你何苦要把我像这帮笨蛋展示呢 我要是早知道你和他们好 或许我永远不会踏进你的家门 两个人不欢而散 宝尔生气地离开了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东尼亚 交叉路口毁坏的售货亭旁 维克多正在与丽莎 依依不舍地道别 丽莎含情默默地 望着维克多离去的背影 走出十多步后 丽莎看见了公路的转弯处 出现两个人影 走在前面的是一个腿 有点弯的宫人 身后有一个用刺刀 直逼他背部的 彼得刘拉匪兵 丽莎放慢脚步 走到公路的另一边 此时宝尔从他身后走上了公路 宝尔一眼就认出了 前面的工人是诸贺来 他迅速地做了一个决定 他要救诸贺来 就在押送兵走到宝尔跟前的瞬间 宝尔扑到那个人身上 和押送兵扭打在一起 诸贺来狠狠地将拳头挥向押送兵 押送兵手中的枪响了一声 把近处的同伙吸引了过来 维克多心里琢磨着 丽莎答应明天和他约会的事情 继续往前走着 这时公路上的一声枪响 使他停住了脚步 两个匪兵朝着枪声冲了过去 维克多也跟着他们跑了过去 不明所以的维克多被捕了 而作为目击这一切的丽莎 更不能幸免 但是被审问的过程中 他没有说出认识袭击者这个事实 一天傍晚 根据卫属司令的命令 丽莎和维克多被释放了 回家的路上 丽莎告诉维克多 他看到了袭击押送兵的人是保尔 但中学里已经有太多的犹太孤儿 他不会做出举报这种丑事 可是维克多的心里不这么想 他走进了卫属司令部一个敞开的小门 没过一会儿 四个彼得刘拉匪兵就去了保尔家 保尔被抓进了一间黑屋 被关在牢房的夜里 保尔想了很多 彼得刘拉兵是怎么知道 袭击者是他的呢 诸贺来现在又怎么样了呢 总而言之 这第一次斗争对他来说是失败的 他才刚刚迈出第一步 就已经被人家给关了起来 幸好母亲不在家 否则一定担心得不得了 保尔望向窗外 黑暗正在隐去 黎明即将到来 今天我们读到了谢廖沙帮助犹太人 暂时躲过了彼得刘拉匪兵大清洗的掠夺 保尔帮助被匪兵追捕的朱贺来 藏匿于家中 为了救朱贺来 保尔与匪兵进行了一场势单力博的战斗 但是很不幸 紧接着他就被关进了彼得刘拉匪兵的牢门 保尔江何去何从呢 朱贺来又去了哪呢 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 保尔和谢廖沙这对好朋友 凭着懵懂的信念 分别帮助了布尔什维克党朱贺来和贫苦的犹太人 人们常说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就会吸引和自己一样的朋友 你和你的朋友一起做过什么 至今想起来都引以为傲的事情吗 欢迎在留言里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 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主播杨强强 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在昨天的阅读当中 宝尔为了救朱赫来 被抓进了卫戍司令部的牢房 宝尔会被处死吗 朱赫来会救宝尔吗 今天的阅读目标是 原书的九十页到一百二十页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丽莎在到东尼亚家中做客的时候 悄声地把发生在岔路口的事情告诉给了她 维克多也知道 救人的是宝尔 东尼亚浑身一个站立 脸色苍白 丽莎还在自顾自地说着话 没有注意到东尼亚不安地 抓住一脚的手指 第二天一大早 东尼亚就带着大狗特列佐尔 来到宝尔家的门口 恰巧阿尔娇姆也从乡下回来 她一进门就发现了 被翻了个底朝天 而屋子里也早已经空无一人 东尼亚激动地解释道 如果宝尔不在家 那她一定是被抓走了 她把自己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阿尔娇姆 还说晚上会再过来打探宝尔的消息 而另一边 在宝尔关押的卫戍司令部内 萨洛梅嘎到访 他来告诉卫戍司令 西切夫举姬师团马上要来换房 大首领也有可能会来 在闲聊中 卫戍司令向萨洛梅嘎抱怨 无论什么办法都撬不开宝尔的嘴 两个人商量着 把宝尔的年龄由16岁改成18岁 给司令部打报告 把宝尔处死 牢房里关着不同的犯人 一个因把彼得留拉士兵的马给弄丢的老头 一个因偷了人家贵重物品的中年妇女 还有一个就是宝尔 卫戍司令牢房新带来一个叫赫里斯金纳的年轻女人 他的哥哥格里茨科是个红色游击队员 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当过村贫农委会领导 后来格里茨科跟着红军走了 他走之后家里就倒霉了 村长为了报复他 把卫戍司令带到他们家 司令看上了这个姑娘 车站上停着一辆又一辆的军车 西切夫狙击师团的军队相继进了城里 宝尔走到窗前 听到大街上马蹄声声歌声嘹亮 姑娘向宝尔讲述了 卫戍司令是如何对他威逼利诱 他抵死不从 最终被关进了牢房 赫里斯金纳一想到司令说 要把他交给卫兵们遭受蹂躏 便开始伤心的哭泣 宝尔不知道如何安慰他 只能轻轻的握住他的手 我反正要被他们糟蹋了 你要了我吧 干嘛要让那帮狗 抛走我的针操呢 他搂着宝尔的手臂 你说什么呀 宝尔想起了东尼亚 挣脱了赫里斯金纳的怀抱 天亮以后 卫戍司令带走了赫里斯金纳 晚上又带来了一个新犯人 多利尼克 是堂场的木匠 他因在彼得留拉哥萨克士兵中 进行宣传而被捕 宝尔曾见过他向工人们发表演讲 让大家支持布尔什维克 多利尼克从老头的口中得知 宝尔被抓的原因 凑到宝尔跟前小声说道 是你把朱赫来解救了 我还不知道原来你被抓走了 谁是朱赫来 我什么都不知道 多利尼克 挪得离宝尔更近了 在我面前就不要引完了 我知道的比你多 他压低声音说 是我亲自把朱赫来送走的 这会儿他芭城已经到地方了 你救他的事情 朱赫来都对我说了 广场上 西切夫举姬师团的部队 集结在一座古老破旧的教堂周围 教堂门口的台阶上 站着校官 卫官和市长等 有头有脸的人物 大家都在翘首等待 彼得刘拉大首领的到来 阅兵室的总指挥 把上校切尔尼亚克 叫到自己的身边 去检查一下 卫数司令部和后方机关 让一切都干净整齐 如果有犯人去查一查 把那些没用的废物 统统赶走 过了一会儿 人群骚动起来 大首领西蒙彼得刘拉来了 开始了阅兵仪式 切尔尼亚克跑到卫数司令部时 卫数司令不在 司令部的几个哥萨克兵 在床上横躺着 无所顾忌 这可惹恼了切尔尼亚克 切尔尼亚克来到牢房 一一端详着犯人的脸 他逐个询问犯人被关的理由 把马弄丢的老头说 我家的房客把马 偷去喝酒去了 却把罪过 推在我的头上 掏东西的妇女说 我是个寡妇 士兵们偷了我的酒 喝完却把我关起来 多利尼克撒谎说 我是因为八点以后 上街来着就被抓下来了 泽利蒙尔说 我只是说 犹太人在献给大首领 请求取缔大抢劫的 成文征集签名 宝尔顺势说道 我只是把哥萨克用的 旧马安上的皮子 割了做鞋掌来着 切尔尼亚克 相继把牢房的几个人 都给放了 唯独留下了泽利策尔 并且让人转告 卫数司令 要把他关上两个星期 因为他把这儿 弄成收容所了 宝尔翻过第七道墙 停了下来 他已经没有力气跑了 在牢房的这几天 他的体力严重透支 他不能回家 也不能去好朋友 泄料沙家 一旦被什么人发现 他就会连累泄料沙 宝尔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跑过一座座庄园 直到身子 撞到一堵墙上时 才缓过神来 在他面前的是总林务关的园子 园子里有一个木头凉亭 宝尔决定先去喘口气 还没等坐下来 一只大狗撕叫着向他跑来 利特佐尔回来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这狗会咬人的 幸好我 东尼亚说着说着 抬起头 看了来人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出现在这儿的人 会是宝尔 宝尔 宝尔 是你吗 你自由了 东尼亚握住宝尔的手 激动地说道 宝弗卢沙 亲爱的 亲爱的宝弗卡 我的亲人 好人 我爱你 你听见了吗 这次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放你走的 我家很安静 你想待多久 就待多久 我不能到你家 如果他们 在你家抓住我 那会怎么样呢 如果你不来 就永远 也别想见到我 阿尔娇母 被押送着 去铁路上 出车去了 你还能去哪 东尼亚再三请求 宝尔终于 勉强同意了 在东尼亚的 祈求下 她的母亲 也同意宝尔 暂时留在家中 东尼亚忙前忙后 给宝尔准备好 洗澡水 准备衣服 准备饭 饭后 东尼亚的母亲 询问宝尔 接下来的打算 宝尔表示 自己肯定会离开这里 到乌曼 或者是基辅 晚上 在东尼亚的帮助下 阿尔娇母 来到了东尼亚的家中 她是被 丽莎的父母担保 才有了 一个小时的假期 她决定明天 就送宝尔离开 把宝尔安排到 波鲁扎克的车上 去往卡查京 经过宝尔之后 阿尔娇母就匆匆返回了 谢料莎和瓦利亚 也来和宝尔告别 迫于宝尔家中留守的 彼得刘拉兵 谢料莎并没有取来 宝尔藏的手枪 朋友间互相道别 珍重后 只留下东尼亚 和宝尔两个人 屋里一片寂静 再有最后几个小时 他们就摇天各一方 也许再也见不到彼此了 两个人 谁都不想睡觉 他们承诺彼此 要永远相爱 永不变心 第二天一大早 他们纷纷 被东尼亚的母亲叫醒 两个人在清晨的大雾中 朝车站走去 阿尔娇姆正站在 装满木材的车旁 焦急地等着 大家匆匆道别 东尼亚强忍着泪水 目送着宝尔 直到机车消失在视线中 我们能成为朋友吗 阿尔娇姆巨大的手掌里 握着东尼亚的小手 远处传来 正在加速的火车的 轰隆轰隆声 今天我们读到 因为彼得刘拉上校 切尔尼亚克的到来 宝尔阴差阳错地 被释放了 在耗尽最后一丝力气的时候 他下意识地跑到 东尼亚的家门旁 在东尼亚和阿尔娇姆的帮助下 宝尔坐上了机车 离开了 宝尔在新的地方 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宝尔所牵挂的亲人 朋友 接下来又会有怎样的命运呢 让我们期待 明天的阅读 东尼亚为了爱 祈求母亲将宝尔留在家中 冒着危险通知宝尔的哥哥和朋友 爱就是毫无保留的义无反顾 是不计较得失的奋不顾身 正在阅读的你 青春年少时 因为爱 做过哪些至今回忆起来 仍会在心头为之一阵的事情呢 欢迎在留言区 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 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主播杨强强 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在昨天的阅读当中 保尔先是被阴差阳错的释放了 后来又在东尼亚和阿尔娇姆的帮助下 坐上机车离开了 那么保尔的家人和朋友们 又会经历些什么呢 今天阅读的目标是 原书的第121页至144页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 镇上的人们每天都会在大炮和机枪的对射声中睡去 醒来 而红军也进一步逼近了车站 谢廖沙一家原本全都躲在地窖中 可谢廖沙按耐不住内心的渴望 他不顾母亲的反对 跑到了街上去 彼得刘拉的士兵们正沿着公路往西南方向逃窜 后面陆续出现了正在射击的红军 谢廖沙兴奋的大喊道 同志们万岁 同志 你从哪来 红军战士围住了谢廖沙 我是本地人 就这个镇上的 我早就在等你们来了 我认得他 他是个布尔什维克 是我们自己人 队伍中有一个人说道 谢廖沙心情雀跃 红军说的自己人 这三个字 对他真的是莫大的鼓舞 红军进城了 居民们都从地下室和地窖里出来 谢廖沙的母亲 看见儿子和红军在一起 大声地命令他赶紧回家 可谢廖沙哪里还顾得上母亲的阻挠 他一路跟着红军的队伍向前 猎身司机庄园的大门口 竖着一块革命委员会的白板 旁边有一幅宣传画 上面写着 你加入红军吗 谢廖沙神往已久 自告奋勇地 立刻就加入了这个队伍中 他的第一件任务就是 为格委会站岗 有一天 伊格纳基娃正询问 站岗的谢廖沙问题的时候 恰巧主席多里尼克走进门来 伊格纳基耶娃便对他说道 这位就是我为共青团驱委 物色道的人选 是本地人 多里尼克和谢廖沙 谈到之前 阻折机车运行的行动 说要向为了革命事业的平民英雄 阿尔焦姆和伯鲁扎克学习 谢廖沙也激动地说 伯鲁扎克是我的父亲 我以他为榜样 得知谢廖沙是英雄 伯鲁扎克的儿子 多里尼克鼓励他说 加油干吧 把小伙子们都组织起来 第二天傍晚 乌克兰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委员会 正式成立了 谢廖沙成了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整天为革委会的任务四处奔波 他的口袋里有一张白色卡片 上面有乌克兰共产党委员会的印件 写着谢廖沙共情团员兼团委书记 谢廖沙在施政支部时 结识了一位叫利达的女士 她是那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 利达告诉了她很多新鲜事 还许诺假如她遇到什么困难 她很乐于帮助她 由于一个纳吉耶娃准备在剧院发表演讲 号召更多的青年人加入布尔什维克 所以谢廖沙这几日都忙着在工人子弟间做宣传 发放手册张贴演讲布告 可惜的是结果并不好 回到家中的谢廖沙默默地承受着母亲的责怪 她知道这些责怪都是母亲的爱 她不能留在母亲身边 母亲无比担心她的生命安全 所以她一句话也没说 不过当父亲扎哈尔也跟着一起来责备她的时候 谢廖沙细数起了父亲过往的英勇事迹 说得扎哈尔无力反驳 最后她只能释怀地说道 好好干吧 我不扯你的后腿了 但是要唱回家看看 之后的某天夜里 多林尼克 伊格纳基耶娃 肃反委员会主席 基莫申科 铁路工人舒基克 和机车厂工人奥斯塔普丘克 五个人一起聚集在了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室里 主席多林尼克说道 前线急需供应 但是投机倒把的商贩哄抬物价 我得到一个情报 饭管老板报李斯佐恩家的地窖里 囤积了大量的商品 基莫申科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寒颤 本该是我先知道这些情报的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随即多林尼克命令基莫申科 带着情报的贡献者 谢廖沙和几个人 去查一查饭管老板家 连续十三个小时的搜查居然无果 饭管老板一再声明 东西都被彼得刘拉匪兵给抢光了 谢廖沙正准备离开女仆的小屋 便听到姑娘压低了声音说 或许在厨房的壁炉里吧 一个小时后 一辆大卡车装满了木桶和口袋 从饭管老板家开走了 在另一边的保尔家 为了有口饭吃 保尔的母亲只得去给红军战士洗衣服 作为交换 她会得到一份军粮 一天傍晚 阿尔娇姆交集地回到家中 保尔来信了 保尔在信中写道 他现在是科托夫斯基通知骑兵旅的一名拆主战士 因为大腿上挨了一枪 所以正在康复中 等伤病有所好转 一定回来看母亲 他还写道 让阿尔娇姆将来信的事情告知林无关家 保尔的母亲再一次流下了眼泪 这眼泪饱含着喜悦和担心 因为粗心的保尔 连医院的地址也没有写 谢廖沙常去车站的 市政治部宣传股东处 丽达在那里办公 不知不觉的两个人亲近了起来 常常因为短暂的相见 产生朦胧的愉悦感 直爽的谢廖沙直接对丽达表达了好感 不料却被丽达打击了 两次过后 谢廖沙也失去了信心 他开始推托有事 不愿再去车站 直到有一天 谢廖沙被判险征集甘草的时候 在村子里遇到了富农匪邦 战斗之中 谢廖沙受伤了 为了不惊动家人 他只好暂时留在一个纳吉耶瓦的屋子里 丽达听说了这件事便过来看他 才总算是打破了之前表白的尴尬 有一日正值炎热的中午 谢廖沙跑到车站 给丽达念了保尔的来信 顺道给他讲述了这位同伴的事迹 要离开的时候 谢廖沙说 我想到林子里去湖里洗个澡 丽达便放下手里的工作 说 等一等 咱们一块去 他们边走边聊 途中恰巧碰见了东尼亚和车站的政委 邱扎宁手挽着手走来 谢廖沙叫住东尼亚 把信交给了他 一旁的丽达倒是用讽刺的语气 对邱扎宁说道 邱扎宁同志 大家都在车上找您 都找了一整天了 邱扎宁很不友好的 挟视了他一眼 东尼亚和邱扎宁走后 李达告诉谢廖沙 邱扎宁是个投机进入党里的人 其他人都穿得破破烂烂的 只有他光鲜亮丽 两个人洗完澡之后 便在一块草地上休息 头上一片蓝天 阳光倾泻而下 两个人愉快地交谈着 李达情不自禁地 吻了谢廖沙 秋天来了 葛委会主席多里尼达 收到了一封 医师参谋长的电报 电报中要求 在收到后的十个小时内 撤出城内所有机关 撤至巴兰切夫站 一个小时后 装满葛委会财务的车辆 隆隆地行进在城里 谢廖沙匆匆地去车站 与利达告别 军牧场工人 安杰克和谢廖沙 并肩走着 安杰克说 我们走后 我们的家人又该遭殃了 凶恶的 残酷无情 正在逼近的白色波兰大军 不知道会怎么折磨他们 满身油垢衬衫的 机车厂工人 用悲哀的目光 目送着 渐行渐远的红军 我们还会回来的 同志们 谢廖沙 激动地喊道 今天我们读到 谢廖沙因为加入了 新进城的红军队伍 结识了同为红军服务的 革命友人Lida 两个人互相产生了好感 另外一方面 迫于波兰军的逼近 谢廖沙所在的红军队伍 不得不离开 那么 她跟随着队伍 又去了哪呢 会与宝尔的队伍相遇吗 让我们期待 明天的阅读 谢廖沙不顾家人的反对 加入了红军 谢廖沙满怀着一腔革命热情 向父亲一番慷慨陈词 终于说服了她 你曾经因为某一件事 说服过自己身边的人吗 欢迎在留言区 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 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主播 杨腔腔 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在昨天的阅读中 谢廖沙加入了新进城的红军 但迫于波兰军的逼近 谢廖沙只能和他的伙伴们离开了 宝尔又身在何方呢 今天的阅读目标是原书的第145页至177页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作家国歌里的笔下 曾圣赞过地涅伯河水的美丽 而现在五名战士 躺在河边狭窄的战壕里 这是第七步兵师的前沿前浮哨 谢廖沙脸朝着河 侧着身子躺在重击枪旁边 昨天谢廖沙和他的伙伴们 被波兰白军重击 红军被迫放弃了机服 经过这一役 替换的部队也快要到了 宝尔科插金被沉重的子弹袋 磨得出血的伤口已经愈合了 红军在秘密集结 决定给波兰人以致命的打击 红军战士们围绕着篝火而坐 十几双眼睛盯着宝尔 他正在为大家讲述 绰号为牛蒙的革命者的故事 团长普吉列夫斯基也加入了大家 一名叫安德罗休克的战士 听完后颇有感触 给同伴们分享了一个真实实力 红军下属的一个侦察分队 混入了给红军队伍抹黑的战士 第二天 鲍尔把政治指导员克拉玛尔叫到一边 表示自己想调到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团 想加入到这场大规模的战争中去 指导员以军队纪律为由 否定了鲍尔的要求 然而到了晚上 篝火旁已经没有宝尔的人影了 1920年6月5日 经过几场惨烈的激战后 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 终于冲破了波兰军的防线 粉碎了企图狙击 萨维茨基将军的骑兵旅 然后向卢刃方向停进 科尔尼茨基将军的骑兵师 跟在第一骑兵军身后 他们的任务是 攻击第一骑兵军的后方 切断波兰人的退路 宝尔策马奔驰 在右翼某骑兵连里 他所在的军队 要抢占敌人最重要的 铁路枢纽和行政中心 也就是日托米尔 和比尔吉切夫 战马飞驰而过 闯入了市中心 在一片混乱的喊沙 枪声里 惊慌失措的波兰人 被击溃了 鲍尔的军队闯进囚室 解放了被关押的五千多名 布尔什维克和两千名 红军正攻干部 团政委 萨姆伊尔告诉手下的骑兵连连长 把俘虏的波兰大军 押到离城二十额里的地方 就让他们滚蛋 我们没有时间多管他们 注意对待俘虏 无论如何不能虐待 宝尔不解地对萨姆伊尔说 他们把我们的人都吊死了 我们却不能对他们做什么吗 团政委说道 残酷对待已经扔下武器的俘虏 是要枪毙的 我们不是白军 旅长派宝尔到停止铁甲车的车站去 宝尔向装甲车的指挥官 传达完命令 正准备离开时 机车旁边的那个人 直了腰转过身来 宝尔迅速从马上跳了下来 尔娇姆 哥哥 浑身油污的火车司机 急速放下手中的驻油器 紧紧搂住了宝尔 八月十九日 在沃夫地区战斗中 宝尔所在的军队的师长牺牲了 宝尔和他的同伴们 燃烧着愤怒和仇恨的火焰 把整整一个牌的波兰军都砍死了 在追赶陶军的过程中 一块蛋片钻进了宝尔的脑袋 他从战马上重重地摔倒在地 经过十三天的昏迷后 宝尔终于又恢复了意识 性命虽然无余 但右眼却失去了光明 野战医院的见习医生 妮娜·弗拉基米洛夫娜 在他的日记中 记录了宝尔从死亡线重生的过程 刚出院的时候 宝尔住在东尼亚 暂住的布拉诺夫斯卡亚家 宝尔想把东尼亚拉进工作中来 邀请他参加城里的共青团会议 东尼亚穿得阔系 浓装艳抹的 站在一堆以褪了色的中学生制服裙子当中 这让宝尔的战友们心里很不舒服 东尼亚大概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他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 所以他故意以挑衅和鄙视的态度 回敬了他们 团委书记便特意把宝尔叫到一边 说 东尼亚像个资产阶级 团委书记的话和战友们的异样眼光 让宝尔也重新审视了东尼亚一番 他不由得在心中生起了怒火 这次晚会成了他们友谊破裂的开端 接下来的几次见面 两人都不欢而散 这给他们的关系带来越来越多的疏远感 和深藏不露的不快 宝尔厌恶东尼亚廉价的个人主义 在库别斯基花园 他们做了最后一次谈话 宝尔表明 除非东尼亚能跟他站在一起 否则从党高于一切的角度出发 宝尔只能放弃和他的感情 东尼亚的眼中充满忧郁和不舍 宝尔心里想了无数个劝东尼亚 和他一起并肩战斗的话 可是他住了口 宝尔在街上 见一张有肃反委员会主席 朱赫来签名的布告 他找到了朱赫来的住处 很快就谈好了工作的问题 与此同时 红军因和基地割断了联系 人力和物质储备又消耗殆尽 以至无法跨越最后一道防线 撤退了 就这样 与波兰白军的战争暂时结束了 舍备托弗卡城被波兰白军占领了 成了临时的战地分界线 和平谈判正在进行 宝尔也无法和亲人相见 他每天忙于肃反委员会的各种工作 一个个师团从波兰前线调往南方的克里米亚 以消灭弗兰格尔匪帮反革命 铁路交通速反委员会忙得不可开交 有一次 在一个火车平台上 宝尔看见了谢廖沙 但短暂的见面后 谢廖沙就不得不乘着列车离开了 两个好兄弟 谁也没有想到 这是他们此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一周后 在乌克兰原野的一场战斗中 谢廖沙牺牲了 肃反委员会繁重的工作 致使宝尔的身体越来越差 头疼病发作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和朱赫来商量后 宝尔到机车上担任不脱产的团委书记 与此同时 红色巨流涌进了克里米亚 白军进行着垂死挣扎 共和国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和波兰人的合约签订了 舍佩托弗卡城被划在了苏维埃这边 1920年12月早晨 宝尔乘车回到了熟悉的老家 在经历了这些艰难岁月后 宝尔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了一起 今天我们读到了 宝尔的军队披金斩棘 解救了被关押的战友 一次战争中 宝尔再次面临着与死神的博弈 重获新生的他来到了 朱赫来所在的素反委员会工作 苏维埃和波兰人的和平和约签订了 战争暂时告一段落 宝尔和家人团聚在一起 战争结束了 宝尔的和平年代的生活会如何呢 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 因为与东利亚阶级思想上的不一致 宝尔不得不放弃与东利亚之间的友谊 你是否与朋友发生过严重的分歧呢 你们是如何解决的呢 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 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主播杨强强 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在昨天的阅读中 苏维埃和波兰人的战争暂时告一段落 宝尔在经历千番后 终于与家人团聚在了一起 宝尔在新的工作岗位上 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今天的阅读目标是原书的179页至232页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省委派利达去出席一个县的团代表大会 并指派保尔担任他的助手 不过由于车站管制较严 每日仅能运送十分之一的旅客 保尔和利达费力地走到站台上 但车厢门口的速返委员会人员 反复大声地重复着 车厢里已经挤满了人 根据命令 车厢连接处和车顶 是一个人也不能站的 保尔伪装成军区特勤处的人 假装上去搜查乘客的乘车许可证 混上了车厢中 不过车上的投机商们 对这个查票员并不感冒 保尔忍着他们的叫骂推丧 勉强把利达从窗口接到了车中 安顿好利达之后 保尔从窗户跳到站台上 站在他的老上级铁路速返委员会 波尔迈斯杰尔的桌前 老站长听完他讲的话 命令小组成员重新检查了证件 把投机商们请出了车厢 保尔和利达挤在一个角落里 疲倦的利达头枕背包 打起嘴来 保尔在一旁抽烟 虽然他也累了 可这里已经没有地方躺了 车厢摇摇晃晃的 把利达摇醒了 他睁眼看到同样疲惫的保尔 便让保尔挨着他躺下歇一歇 利达对保尔来说 一向是不可触动的 他既是朋友 同志 也是他的政治指导员 然而 他却不自觉地产生了 懵懂的爱慕 一天中午 利达电话通知保尔 晚上一起学习 保尔兴冲冲地来到利达楼下 看见屋里亮着灯 便跑上楼去 他没等利达答应 敲着门就走了进去 此刻 利达正紧紧地搂着一个军人 利达介绍两人认识 军人名叫大卫乌斯基诺维奇 没想到他会来 真是出乎意外 利达笑着说 保尔的手冰凉 眼里隐隐闪过一次失望 他谎称临时有事 便急促地离开了 保尔和四位同志 在铁路工人生活区 组成了一个新的公社 全区共青团积极分子们 都来参加公社的成立仪式 仪式进行到一半时 利达突然打来电话 邀请保尔到他那儿学习 他还在电话里解释 说前两天 他的哥哥只是路过 只待了一会儿便走了 但公社的人太多了 保尔没能听清楚利达说 军人是他的哥哥的话 他为军人的事情 失魂落魄 所以他决定去利达那儿 斩断情缘 保尔以跟着利达 无法学到东西为由 告诉他 自己不会再来了 利达被保尔突如其来的冷淡 弄得莫名其妙 只好勉强地说 保尔 我不怪罪你 保尔轻轻地 引上了利达的门 他站在楼门口 思绪万千 犹豫地想着 要不要和利达 说出真正的原因 但思虑过后 他还是走了 奥尔利克匪邦的马队 常常在夜里 把铁路挖断 导致列车脱离轨道 一辆辆车厢 被摔成木片 白天马队 则装成安分守己的农夫 阴险地打量着周围 一有机会 就偷袭乡镇 而城市里形形色色的小偷骗子 也都在暗中使出浑身解数 被红军赶到白色波兰的 彼得刘拉匪邦残暴 和驻华沙的一些外国使团 紧密勾结 正在准备组织一次暴动 得知内情的吴明布尔什维克 在暗中刺激而动 歼灭此次暴动 城里的所有党团组织 都被集中到了第五步兵学校 和军校学员部队 肃反委员人员一起 提前消灭暴动 朱赫来是本次行动的指挥 由三百人组成的军队力量 逐个击破了敌人的指挥部 将数百名带有可疑文件和武器的人 送进了肃反委员会 寒冬已至 但铁路的瘫痪 却使得木材运送变得更加艰难 因此警报虽然已经解除 但是铁路瘫痪仍在威胁着这座城市 省职委会主席的办公室内 朱赫来等人正在商议如何运送木材的事情 迫于冬天的逼近及木材的短缺 眼下他们唯一的出路 就是在三个月内修建一条 从车站到伐木厂的 总长度为六额里的窄轨铁路 共青团员被分批派驻伯雅尔卡 他们将面临着秋雨 严寒荒地 一条新铺城的路基通向林中 在附近矗立着一座石头房子的空架子 房间地板上每天夜里 都有四百个穿着被水湿透 沾满污泥衣服的人在睡觉 小伙子们的早餐是一碗茶 午饭是一份素扁豆汤 和一磅磅像煤块似的 又干又硬的黑面包 开工的第二个星期 工人们面临着面包 无法被集市供应的威胁 更加恶劣的是 城里找不到把铁轨和机车 运到工地的交通工具 而且机车本身也需要大修 眼看着第一批驻路工人的工作时间 就要到期 而接班的人员还未组织好 工程总指挥托卡列夫召开了会议 宣布所有团员继续留在工地工作 直到第一批木材运出后方可撤离 角落里发出了一个骂人的声音 捡他娘的鬼 老子一腿也带不了了 谁愿意在这儿挖烂泥 就让他们去挖吧 原来他是省粮食委员会 一位会计的儿子 这个人随手将团员证一扔 便走掉了 其余的人都在斥责他的行为 庄械公潘克拉托夫说道 兄弟们 我们越早完工就越能早点回家 如果我们都当了逃兵 城里的人们该会冻死了 除了匪帮的偷袭 真正让诸禄队头疼的 是有一个小山包挡住了他们的路 朱赫来来到工地视察 在工棚里发表了讲话 接下来为了保证工期暗示交付 我以军事方式组织驻路工程 全体党员划分为六个驻路队 提前完工的驻路队 有权休息和回到城里 优秀的驻路队 还将获得红旗勋章 反城前 朱赫来盯着保尔的鞋 对他说 我回去后给你收收靴子来 保尔更想要挤发子弹 朱赫来抱歉地摇了摇头 看着保尔失落的精神 朱赫来把自己的毛色枪 留给了保尔 众人羡慕的目光 顿时都聚消在了他的身上 暴风雪一连好几天了 保尔收到了哥哥的来信 信中说 他很快就要结婚了 请保尔无论如何 要回家一趟 他怎么可能去参加婚礼呢 潘克托拉夫的小队 已经超过了他的分队 保尔正拼尽全力 争夺助路时间 利大托人给保尔捎来了一件 精致的瑞典黄棉皮里加克 保尔穿在身上 心里暖暖的 奥尔利克匪徒不间断地偷袭 波亚尔卡 队伍里有人因和匪徒交战负了伤 朝思暮奖的木彩已经近在咫尺 可是侏陆队的步伐 却越来越缓慢 每天都有数十名队员 被伤寒病打倒 保尔也不能幸免 保尔每走一步 都觉得胸口一阵刺痛 他好不容易挣扎到 正在修建了车站 突然失去了平衡 倒在了雪地里 几个小时后 他才被人发现 军医说 大夜行肺炎加肠伤寒 体温41.5度 这两种病就足以送他上西天了 在肃反委员会 霍利亚瓦的逼迫下 潘克拉托弗和都巴瓦 才终于把失去知觉的保尔 和护送他的同乡阿料莎 送上了挤得水泄不通的列车 车上的旅客怕被传染 不让病人上车 并威胁说 半路上把他扔下去 霍利瓦尔挥动着手枪 喊着说 如果你们谁胆敢这样做 我就把你们全关进监狱 他给沿路所有的 肃反委员会的朋友 都打了招呼 直到朋友们保证之后 霍利瓦尔才去睡觉 火车开动一段时间后 在一个铁路枢纽站上 拍下了一具尸体 车站速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记得霍利瓦尔的嘱托 立刻通知霍利瓦尔 他分外担心的青年人 已经死了 电话一端的霍利瓦尔 久久地愣在原地 随后一封来自 博亚尔卡的简短电报 向省委通报了 宝尔的死讯 阿辽莎还是把宝尔 送到他亲人手中 丽大在日记上写道 心里怎么这么难过 在铁路各车站 都已经堆满宝贵木柴的今天 宝尔却献出了生命 我的日记 就要在这里终止了 明天给哈尔科夫回信 说我同意到乌克兰 团中央工作 今天我们阅读到了 宝尔和他的同志们 为了保证冬天的木材供应 克服着饥寒交迫 匪兵突袭等诸多困难 成功地将通往 伐木厂的铁路修建了起来 而宝尔也再一次地 倒在了伤寒病下 宝尔真的结束了 自己年轻的生命吗 让我们期待 明天的阅读 霍利瓦尔为了把昏迷中的 宝尔送回家 动用了自己全部的力量 你是否也像宝尔一样幸运 结识了如此真心的朋友呢 他或他又曾经为了你 做过哪些 让你感动的事情呢 欢迎在留言区 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 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主播杨强强 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在昨天的阅读当中 宝尔和他的同志们 克服了艰难万险 终于将通往伐木场的铁路 修建成功 但是宝尔却没能等到 胜利庆典就倒下了 宝尔真的去世了吗 今天的阅读目标 是原书的第二百三十三页 至二百七十一页 让我们开始 今天的阅读吧 伤寒并没有把宝尔打垮 宝尔再次穿越生死线 捡回了一条命 后来又经过 很长时间的修养 宝尔已经恢复到 可以走路了 他来到烈士公墓 这里静谧又使人忧思 他摘掉头上的军帽 思绪万千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 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会因为 碌碌无为而羞愧 这样当他临终的时候 他就能说 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经历 都献给了世界上 最壮丽的事业 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他辞别了不舍的母亲 独自一个人上了车站 来到克列夏济客军区 特勤处通行政客 警卫队长告诉他 两个月前 朱赫来就被调到 土耳其斯坦前线的塔什干了 保尔一时不知道该去找谁 到朋友们所在的索罗敏卡去 远了点 此时保尔脑海里浮现了一幢楼 就在离这不远的大学环路上 Lida在那 他去了那幢楼 却听见Lida屋里 传出了别人的说话声 一个年轻的陌生女人告诉他 Lida去了莫斯科 阿吉姆也成为了奥德赛省团委书记 保尔带着沮丧的心情 决定去找潘克拉托夫 他看到保尔 简直惊掉了下巴 潘克拉托夫向保尔讲述着 四个月以来发生的事情 扎尔基 杜巴瓦和米哈伊洛 到了哈尔科夫的共产主义大学上学去了 他考试没有通过 被派到码头馆运营 省委那些老人中 只有屠夫塔还在 省团委像平常一样活跃 保尔走进书记办公室 请求恢复自己的组织关系 派他到铁路工厂去 书记同意了 又在纸上写了几句话 把便条带给屠夫塔 他会把这件事办好的 在统计分配处 屠夫塔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你已经被除名了 再说你也没有履行全额重新登记团员的手续 因此你只有重新履行入团手续 保尔皱了皱眉头 你怎么还是老一套 连省团案馆的那些老耗子都不如 你什么时候才能有点出现 我的工作我负责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 谁都不能违反条例 屠夫塔高声说道 此时有一群人大声说笑着 拥进屋里 保尔原来公社的社员 奥库涅夫也在其中 他们见到了保尔 既欢喜又惊喜 大家得知屠夫塔刚刚的做法 周围响起了一片愤怒的事责声 大家带着保尔 又来到了省团委书记的办公室 他承诺马上恢复保尔的组织关系 虽然书记也承认 屠夫塔是个刑事主义者 但鉴于他把统计工作搞得很好 所以他暂时不会被撤职 奥库涅夫带保尔来到俱乐部 那里在开共青团积极分子会 大厅里的一百人中 知道保尔的不少于八十人 在奥库涅夫和居党委书记 托卡列夫的热情见义下 保尔在大家欢呼和掌声拥促下 向大会致贺词 日子一天天飞逝 保尔和奥库涅夫住在一起 他在铁路工厂当电工助手 奥库涅夫和保尔争执了很久 最后才同意保尔暂时脱离领导岗位 铁路总工厂现任的团委书记 斯维塔耶夫对保尔回到铁路工厂 十分警觉 他相信随着保尔的到来 一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不可避免 于是虚荣心十足的他精心准备反击 但是保尔的做法却使他确信 自己的推断有误 保尔亲自到斯维塔耶夫的办公室 劝他把团委会有意将自己列入 常委会的事宜取消 保尔只在车间的团支部里 领导一个政治学习小组 但他的影响力却在工作中 均可以看得出来 有一次斯维塔耶夫走进车间 惊奇地发现所有青年正在热火朝天的擦窗户擦机器 抹掉机器多年积攒的灰尘 这使得斯维塔耶夫感到很疑惑 我不愿意在肮脏的地方干活 这里二十年没有人打扫过 我们要在一周之内让车间焕然一新 保尔回答道 每天晚上保尔都要在公共图书馆待到很晚 寻找有趣有意的知识 中庄车间团支部委员科斯基卡 在铁板上打眼时 不小心将一把贵重的美国钻头弄断了 科斯基卡却不知认错 与工长霍多罗夫吵骂下来 车间主任准备开除科斯基卡 团支部却以霍多罗夫 常给积极分子穿小鞋为友 袒护科斯基卡 最终这件事情递交到了团委 团委会是在斯维塔耶夫的屋里进行的 这是一次内部会议 有人敲起了拴着的门 是保尔 斯维塔耶夫非常不愿意的 同意保尔留下来 大家发表完建议 到开始表决时 保尔要求发言 斯维塔耶夫勉强同意了 保尔从口袋中掏出笔记本 上面记录着工厂里的共青团员 党员等上班迟到的次数 他认为科斯基斯卡事件只是一个信号 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自己的工作态度 斯维塔耶夫虽然意识到保尔是对的 但是对他的戒心妨碍他表态 同意保尔的意见 激烈的争论持续了三个小时 遇会者中多数人转到保尔的立场上来 在正式表决前 斯维塔耶夫把保尔赶出了会场 党委会肯定了团委多数人的意见 并为党组织提出了一个重要而有困难的任务 以身作则 做遵守劳动纪律的模范 斯维塔耶夫在会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第二天 在铁路工厂的强报上写着 科斯基卡被开除了 同时保尔担任政治教育部部长 保尔主动找到了斯维塔耶夫 向他真诚袒露 现在他们之间的关系 将会影响接下来的工作 两人握手言和 安娜邀请保尔一起去参加 试苏维埃全会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才算 他们走过铁路中心仓库 开始沿着车站附近的公路 向隧道走去 离隧道大约十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小房子 突然他们身后响起了急促杂乱的跑步声 保尔的脖子被人用五指掐住 安娜正被人往废墟的地下室里拖 前置住保尔的大脑壳匪徒 显然不甘心充当强奸暴行的旁观者 他像一头眼馋猎物的野兽 落在他手中的这个小伙子 看起来太嫩 根本对他够不成威胁 赶紧滚 哪来的滚哪去 赶直升 小心一枪崩了你 大脑壳说道 保尔望后便跑 还有余光盯着匪徒 大脑壳转身朝房子走去 保尔迅速伸进口袋 一颗子弹打中了匪徒的腰部 紧接着一场混乱的枪声 在隧道里回响 保尔拉着安娜一直拼命地奔跑 终于跑到了安娜的家中 保尔到了卫数司令部 才了解到大脑壳匪徒 就是刑事侦察部门通缉的 臭名昭著的盗匪 菲姆卡 第二天 隧道事件就传遍了全城 紫维塔耶夫悄悄询问保尔 关于安娜是否被监污 保尔了解到他的意图 压抑着怒火问道 你爱安娜吗 紫维塔耶夫费力地吐出一个词 是的 一天晚上 奥库涅夫窘迫地跟保尔说 他想和塔利亚试一试 成双结队的生活 第二天 保尔就把自己的行李 搬到机车厂宿舍 几天后 在安娜那儿举办了 为庆祝塔利亚和奥库涅夫 结为抗力的共产主义式的晚会 保尔拉起了手风琴 为大家助兴 今天我们读到保尔康复之后 回到铁路工厂当电工助手 科斯基卡事件后 保尔担任政治教育部部长 在赫安娜开会返程的途中 与匪徒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 保尔的身上总会发生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 接下来还会发生哪些事情呢 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 茨维塔利亚夫担心保尔会抢了他的职位 所以处处针对 经过保尔一次坦诚相见的谈话后 茨维塔利亚夫放下了芥笛 以工作为重 你在工作中遇见过因为妒忌才能 而处处压制他人的事情吗 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 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读你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主播杨强强 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昨天我们读到 保尔康复后再次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在和安娜开会返回的途中 还遇到了一伙匪徒 还好有惊无险 今天的阅读目标是 原书的272页至321页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迫于病痛的折磨 保尔到了别列兹多福镇党委所在地 任第三军训练政委和区团委代理书记 从为奥库涅夫结婚举办庆祝晚会至今 已经过去八个月了 保尔回忆起不久前的往事 八月份铁路工厂团组织 让他作为负责人 带领一批青年随抢修任务的列车 去了克拉斯诺斯拉夫 150位青年人组成了抢修队 从一个车站到另外一个车站 一直战争留下了创伤 修理被烧坏和毁坏的车厢 一直工作到深秋季节 入冬前大量流放木牌 阻塞了河岛 保尔和团员们一起去打捞木材 保尔不愿意落后于大家 所以一直对同志们隐藏了 自己得了重感冒的真相 但冰凉的河水不会放过保尔 他发起了高烧 出院后 保尔只能趴在工作台上 勉强干活 委员会认为 他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 认为他有权享受抚恤金 保尔气愤地拒绝了 两个星期过后 保尔来到了现在这个冰天雪地的小镇 任第三军训营政委 区团委代理书记 区团委由三个人组成 保尔 妇女部长利达 负责政治教育工作的拉茨瓦利辛 拉茨瓦利辛不喜欢乡下 他不善于和农民小伙子交朋友 相反 利达和保尔做起群众工作来 却是得心应手 在边境的小镇上 共青团支部一个接一个建立了起来 在执委会主席利西钦的带领下 保尔与同志们一起消灭敌情 剿灭走私贩 保尔的军训营接到了 参加地方部队秋季大演习的命令 保尔和军事指挥员古谢夫 都为军训营的建设 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所以对完成分配给自己的任务 充满了信心 正规解阅结束时 一个指挥员力声质问保尔 您为什么骑马 我们军训部队迎击指挥员和政委 是不能骑马的 我命令搬马 归还马就 不行参加演习 仅仅依靠保尔的身体 如果不起马 是无法完成演习的 保尔解释了 因身体原因无法下马 但是指挥员根本不体谅保尔 反讽地说道 我是你们团的参谋长 这是一 第二 我再次命令你下马 假如你是个残废 那么让您从事军职 这不是我的错 保尔受到了这样的侮辱 竭力地克制住自己的情绪 内心斗争了几分钟之久 跳下马 克服着身上关节部位的刺痛 走到对立的右翼 第五天 演习是在舍佩托弗卡附近进行的 那里是演习的终点 别列斯多夫营得到的命令 是从克里缅托维奇村方向 攻击和占领车站 熟悉这一带地形的保尔 把所有道路都详细地指给了古谢夫 出色地完成了作战意图 一个星期后 在当地剧院召开了第二届 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 主席利希青向大会做出报告 同志们 在过去的一年中 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我们在全区 极大的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剿灭了匪帮 打击了走私犯罪活动的嚣张气焰 建立平民组织 利达出现在舞台的侧门 把一件写有极件的公函 交给了鲍尔 鲍尔立刻打开了 别列次多福区团委会 抄送区党委会 省党委会决定 调拟区可插进统治回省 鲍尔与他工作了一年的那个区 告别了 当他的黑马出了院子走上公路时 十几支枪对天骑射 为他鸣枪送行 1924年 是以滴水成冰的严寒 建在于史册的 西南铁路线 整条线路被雪掩埋 迫于天气原因 结了冰的电报线 发生多处断裂 12条线路 能工作的只有三条 印欧线和另外两条直通线 在舍佩托福卡一号站的报红室里 三架摩尔斯电报机不停地滴答着 一位老报红员死盯着自己刚刚接收到的文字 在长达32年的报红员生涯中 平生头一次 他对自己亲笔写下的文字 产生了怀疑 列宁去世了 惊人的噩耗 如狂风一般掠过车站 铁路 钻进了机车厂 此时 阿尔娇姆和伯鲁扎克正在检修机车 听到消息后 他们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铁路工人俱乐部里 有600多人带着悲痛的心情 参加党组织的追悼大会 报告刚完 党委书记西罗坚科说 有37位工人同志 联名写了一份申请书 提请大会审议 紧接着 阿尔娇姆和他的机车厂的工友们 依次走上台前 讲述自己曾经参加过的斗争 和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决心 领袖的去世并未适当涣散 数十万工人成了布尔什维克党 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要举行了 饭店内音乐厅的入口处 有个高个子 正在检查丽达的代表证 丽达找到了一个空位 坐了下来 工作人员正在核对 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 在丽达的耳边响起 潘克拉托夫 奥库涅夫 保尔 点完名之后 会场里响起了挪动椅子声 代表们开始大声喧哗 丽达竭力地想穿越人群 探索刚刚听到那个最为熟悉的名字 烧情 一双大手把他搂在怀里 一个颤抖的声音在说 丽达 他终于找到了 他就是 保尔可插进 你还活着 在去大剧院的路上 丽达和保尔聊了许多 关于过去的种种误会 关于现在丽达已经结婚 并且有一个小女儿 这时 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 激动地宣布 第六届 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 现在开幕 每个参加代表大会的人 与会期间 都从早到晚 始终忙个不停 所以保尔直到最后的一次例会 才得以再次见到丽达 两个人做了最后的词别 丽达将一封信交给保尔 保尔在回程的火车上 打开了回信 信中 丽达表达了 对保尔的美好祝愿 今天我们读到了保尔 到了别列兹多福镇党委所在地 任第三军训营政委 和区团委代理书记 他和同志们一起成立了 贫民组织 参加军事演习等等 一年后回到了省党委 列宁的逝世 使得更多的人加入布尔什维克 接下来 还会发生哪些事情呢 让我们期待 明天的阅读 在军事演习时 面对指挥员 强制要求保尔下马的 讥讽和言语 保尔不再像年轻时一样忙撞 他克制住内心的冲动 用顽强的毅力 证明了自己 随着年龄 阅历的增长 你是否曾经克制住 言语或行动上的冲动 妥善地处理某些事情呢 欢迎在留言区 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 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主播杨强强 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昨天我们读到 保尔在经过一年的边境生活后 返回省党委 列宁的逝世 使得更多的人 加入到布尔什维克 今天的阅读目标是 原书的三百十二页 至三百七十七页 让我们开始 今天的阅读吧 两年过去了 对于保尔来说 这两年的时间 过得太快了 他争分夺秒地充实自己 保尔把弟兄们 都分批送去疗养 把所有的工作 担在肩上 卫生处给保尔 出去了一份诊断书 医务委员会认为 必须尽快送 克扎金同志 到克利米亚 长期疗养 并进一步认真治疗 否则难免发生 严重后果 一天 保尔去塔拉斯疗养院 去看一场下午的演出 意外地碰到了扎尔基 一些老布尔什维克 召开了一次会议 会后 保尔被任命为 工业区一个 专区团委书记 深秋时节的一天 保尔外出时 乘坐的专区党委的车 意外翻了车 右腿膝盖被压碎 保尔做了手术 在去叶夫帕托利亚的 麦纳克疗养院前 保尔的朋友 巴扎诺娃的父亲 对保尔的身体 做出了诊断 他面临彻底 瘫痪的悲剧 在疗养院 保尔和病友们 一起下象棋 谈论政治新闻 但是保尔的病情 并没有好转 保尔意外收到了 母亲的来信 信中说 在离叶夫帕托利亚 不远的一座港口城市 有一位他的朋友 叫阿里宾娜 屈查姆 希望保尔顺道 去看看他 屈查姆家 共有六口人 老头子 在合作社上班 大女儿 廖利亚 不久前 刚和他的酒鬼丈夫 立了婚 带着儿子 住在娘家 小女人 达雅 在外面干粗活 儿子乔治 在列宁格勒的 叔叔家 廖利亚主动 把家中的事情 毫无保留地 告诉给了保尔 父亲 以野蛮 专横的方式 治理全家 不允许家人 有任何主动精神 弟弟乔治 不学无术 只知道 从母亲的身上 榨取金钱 这几日 保尔亲眼目睹了 廖利亚父亲 对他们母女的 专横争吵 星期日 保尔从城里 回来时 只有达雅 一个人在家中 保尔劝说 他和姐姐 要勇敢地 摆脱父亲的控制 并承诺 会帮助他们母女 摆脱这个牢笼 几天后 保尔坐车 到了哈尔科夫 车站分手时 阿利宾娜 要他发誓 一定不要忘记 他女儿 一定要把他们 救出火坑 保尔去往团中央 在他的再三请求下 阿基姆同意保尔 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基药科上班了 第二个月一开始 保尔就卧床不起了 但保尔仍然坚持 要留在工作岗位上 经书记处开会研究后 阿基姆通知保尔 他可以到一家 中央机关刊物的 编辑部里工作 受制于知识上的贫乏 编辑部的副主编认为 保尔暂时还不胜任 专业文学工作者的工作 但是可以提供给他一份 在家就可以完成的工作 然而 保尔并没有接受 副主编给他提供的工作 保尔的健康状况 一天不如一天了 中央团委会解除了他的工作 并责承社会保险总局 发给他抚恤金 从黑市港口城市 来了几封信 屈查姆一家 等待他去帮助 随着保尔的第二次到来 屈查姆家的家庭矛盾 激化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保尔劝说达雅 希望他能成为一名新的 布尔什维克同志 我们应当远离当下的处境 开始新的生活 现在你和我的生活都缺乏欢乐 我决定把它一把火烧掉 你能成为我的女友 妻子吗 达雅听了保尔的话 惊讶地打了一个寒颤 我今天什么话也不能答应你 这一切对我来说 太出乎意外了 达雅说道 在保尔屋里窗前那张桌子上 放着一大堆 从党委图书馆借来的书报 和几个写满字的笔记本 保尔已经跟党委说好 由党委办公室供给他书刊 党委还指定 当地最大的港口图书馆馆长 当他的读书辅导员 每天晚饭后 保尔常常向廖丽娅和达雅姐妹俩 讲述他从书上读来的道理 几天后达雅回复了 我把衣柜挪开了 现在通往你房间的门 也可以打开了 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 可以不经过廖丽娅那儿 直接进来 保尔高兴地脸上放光 达雅高兴地笑了 他们结合了 达雅上班 保尔学习 他没有来得及着手小组工作 心得不幸又无声无息地降临了 他的双腿瘫痪了 如今他只剩下右手还可以动 达雅 咱们该离婚了 反正咱们当初也并未说好 遇到这种事 还是否一起过下去 而达雅却不让他继续说下去 他难以抑制地痛哭起来 得知保尔遭遇不幸后 保尔的母亲立刻放下一切 来看儿子 老太太和媳妇达雅相处得很好 达雅在政治上越来越成熟 他当选为市苏维埃委员 成了一名预备党员 可是又一个不幸 降临在了保尔的身上 他双目失明了 保尔越挫越勇 开始通过收音机学习 他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 每到晚上 他的屋子里又热闹起来 和年轻人共同度过的时光 是保尔养精蓄锐的好时机 保尔和达雅到了莫斯科 在一个机关的档案库里住了几天 那个机关的首长 帮忙把保尔安排到了一个专门的医院 冬去春来 经过几次手术后 保尔的身体也并未明显的好转 保尔打算出院 他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 请求允许他留在莫斯科 因为这是他的妻子工作的地方 莫斯科苏维埃分给他一间房子 那间房子坐落在克鲁炮特津大街的 一条僻静的小胡同里 达雅已经转为正式党员了 保尔开始工作了 他想写一部有关英勇的 科托夫斯基骑兵师的中篇小说 名叫《暴风雨》所诞生的 小说写完三章后 保尔把书稿寄给了奥德萨 向科托夫斯基师的老战友们 征求意见 并且很快就收到了他们的肯定和赞扬的回信 但手稿在寄回的途中被邮局弄丢失了 六个月的辛苦白费了 对保尔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更难过的是 他连个底稿也没有留 阿烈克谢叶夫和保尔住在同一状楼里 他的女儿加利亚刚从工人学校毕业 保尔要母亲询问加利亚 是否愿意作为秘书帮他个忙 加利亚非常高兴地同意了 从这天起写作速度成倍加快 仅一个多月就写了很多 连保尔也略敢吃惊 加利亚很同情保尔 帮他工作既积极又主动 在这座房子里 他几乎是唯一相信保尔定会成功的一个人 小说的最后一章写完了 手稿被寄往列宁格勒的专区党委文化宣传部审阅 如果通过书即刻会被送往出版社 许多天后 列宁格勒来信了 小说大受赞扬 即将复印祝贺胜利 保尔心口跳得越来越急 朝思暮想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保尔终于拿起新的武器 重新归队 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 今天我们读到了 保尔和达雅结为夫妻 开启了新的生活 而打击也接踵而至 双腿残疾 双目失明 但这一切没有将保尔打倒 在莫斯科经过一年的治疗后 保尔开始专注于写作 用新的武器 重新归队 在第一次小说手稿丢失后 尽管很懊恼生气 但是保尔仍旧重新开始 你是否遇到过 辛苦完成某件事情 因为某些因素的影响 导致所有努力 付诸东流的事情吗 欢迎在留言区 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 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我们明天见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